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核辐射莱克多巴巴快报 莱克多巴巴快报 我们不生产笑料 我们只是台湾笑料着搬运工 让你花钱不度 我是找乐不小 欢乐开怀 博您一笑 请看第一条快报 言行充满争议的霸函先锋 民进党市议员王浩宇 昨天以84,582票被正式罢免了 罢免之前绿营就曾经叫嚣 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出来投票了 结果却是直接超过四分之一的选民门槛 王浩宇就成为了台湾史上首位被罢免的市议员 年轻轻就名垂青史 蓝营国民党这边在罢免成功之后 都觉得鼓舞了国民党的士气 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罢免案陆续上演 当初罢韩闹得欢 结果现在拉清单 王浩宇的白白胖胖就成为了民进党莱猪事件的第一个牺牲品 这次为什么在民进党的地盘 还能有这么多的老百姓来参与罢免王浩宇呢 原因非常的简单 民进党之前干的事 那是王婆索媒 她是见不啰嗦 当初靠拉仇恨 反中忽悠来的老百姓 一下看到民进党干的这些事 正是他们祭亲抱饺子 不然揍的 对他们所做的种种行为是根本无法接受 尤其爆发点就是进口美国莱猪的这件事了 你这是倒贴钱让人白嫖 哎呀 见得不行啊 所以直接引发了民意上的反弹 可怜了王浩宇啊 哎呀 听说下一个要被罢免的 就是立法院被十几个人胖揍的陈伯维了 拜登政府团队的核心幕僚 格雷厄姆对于台湾的问题公开的说了 他说拜登总统明白只有一个中国 所以对于一个中国是毫无疑问的事 中国的首都在北京并没有存在台湾这个独立的国家 美国根本不会承认 这言论一出来啊 民进党上下那是跑肚子拉戏 跟泄气的皮球是一样的 那是默默无语 两眼泪 耳边响起鸵铃声啊 由于之前蔡英文政府啊 从上到下那是暴死了川普的大腿 是玩命的给个缩了呀 身为台湾最辣的辣台妹 蔡英文当初是绝无二心 死心塌地的就跟着川普走啊 结果川普啊 现在被全美国封杀 现在台湾的政界已经开始靠大纪元跟烂苹果 那些挺川普的新闻来安慰自己了 而美国民主党那边早早的就把台湾民进党这边给直接先拉个黑名单啊 2016年的时候台湾当时挺希拉里 结果川普上台了 当年啊是疯狂的送钱送礼 而这次台湾啊连大门都找不到了 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和民主党的人搭上关系 最后逼的没有办法了 派出啊 何志伟去华盛顿送了一封信 这封信啊 寄托了民进党上下最后的一丝希望啊 哎 听说民进党在美国不是有个房产总介吗 小美琴 怎么再会绑不上忙了呢 哦 天天广买卖房子了 是吗 想想台湾啊 在美国大选之前啊 那是美国境外最大的支持川普的地区 真的是好尴尬呀 但是电视上那些啊 以前对着川普捧屁股喝碎的名嘴们 人家无所谓 喝谁的碎他不是喝呀 咱们再看看这以下的言论 我从今天开始 我开始宣布我最爱拜登 你不是想拜登 我最爱拜登 这我不太重要的 大家不要开玩笑 我们大家不要跟川普走 台湾的川普我呼吁一下 开始今天开始跟我们比较一样 爱拜登 哎呀 哎呦我的妈呀 正是一分钱买俩几枚弄眼的判官啊 是见鬼犯见呢 之前蔡英文啊 亲自剪彩的潜水艇开工仪式潜艇咱可没见着啊 结果金门最大的陶瓷厂接到了台湾国际造船企业工会的委托制造潜水艇造型的金门高粮酒 此款高粮酒啊属于内部特供一瓶500毫升 内装58度金门高粮酒 哎呀 我看啊台湾的潜水艇以后动力的问题都解决了 直接往里灌酒就完事了 这台湾的造船企业上班的时候 那员工你可顶着点 别让他喝啊 好 今天我啊之伴 这个咱们儿落下 又得死人呢 台湾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博恩在他的节目上 对于台湾进口了很多的美国猪肉 台湾人啊又拒绝失用 想了一个招 他说有个邪恶的想法 用进口的莱猪做成肉松 然后卖给中国 他还问大家觉得怎么样 下面的观众啊是一片欢呼叫好啊 然后他说你们是魔鬼吗 哎 这帮人啊他骂的坏啊 看见了吗 今天我发社区帖子的时候 还有人说我断章取义呢 咱就说一点啊 但凡你是个人 咱都不提良心的问题啊 能说出这种话吗 这是能开玩笑的吗 今天啊 记住我的一句话 当火箭弹在台湾离地的时候 没有一只井蛙是无辜的 懂吗 另外啊 今天啊 雷哥在这号召一下 不管你现在在哪 从今天开始拒绝购买一切台湾商品 咱们看最后倒霉的是谁 哦 对了 前几年啊 台湾爆出黑心油事件 有个台湾名嘴啊 叫陈丽红 他在电视节目上啊 就直接说把黑心油卖到中国 帮中国人劫育 最后这个人啊 万幸啊 得脑癌死的 波恩你就是下一个知道吗 狗日的玩意儿 臭门大卡车 卡就给你撞死 最近台湾省啊 频繁的爆发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啊 鼠嫖畅又出来说了 台湾是乱世中的福地 好家伙 上个礼拜就死了149个人 本来啊 是因为新冠死的 非说是因为寒流猝死的 我看了看啊 当时还没到零度呢 而台湾这个疫情啊 在陈时中 捂着盖着这么长时间以后 终于是盖不住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社区感染阶段了 最开始啊 说台湾有首例医生感染 但是特别神奇的是 做了464例检测 全是阴性 那我请问啊 都是阴性 那病例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在面对记者的提问 为什么台湾的新冠检测费用 是大陆的19倍 咱这陈时中啊 极其不要脸的说了一句 因为更准呢 哎呦我操 原来啊 说国语臭不要脸的人 全在台湾呢 医院当时爆发疫情 陈时中死活就不说 具体是哪家医院 最后自己啊 说漏嘴了 才公开是什么医院 这是不是得发他三百万呢 现在台湾啊 是南非的病毒也有 英国的变异病毒也有 美国的也有 好家伙 都赶上把国联菌病毒进台湾了 哎呦 而且啊 陈时中在疫情发布会上 死活就不公布感染医生的生活轨迹 他当时说没有公布的必要 哎呦我的天呢 然后啊 就是死活不说具体什么医院 说漏嘴之后啊 北部某医院的医生自己就说已经一周不敢回家了 医院里面啊 五天有三个确诊的 而且医生啊 想给自己做个核酸检测 结果直接被政府拒绝 看见了吗 不让你做 又是熟悉的味道啊 没有检测就没有确诊 而台湾的检测说起来 那真是太搞笑了 首先啊 检测试剂盒是从中国大陆买的 然后啊 贴个繁体中文的标签 就说自己生产的了 然后就是官员 你如果有症状的话 做检测 公费全部报销 普通台湾老百姓有症状要检测 就要你7000台币 这个价格啊 是大陆的19倍 而且啊 还不是你光花钱的事 因为必须你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正常情况下不给你做 这叫什么呀 草菅人命啊 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是体制的问题 台湾老百姓太苦了 没有活路啊 我的 最近啊 河北省的疫情啊 比较严峻 正在修建战地医院 台湾的媒体又说了啊 看他放什么没味的屁啊 他说这些战地医院是白色棺材 听见了吗 各位 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普遍都支持武力统一台湾呢 国仇家恨呢 我还是那句话啊 火箭弹离地的时候没有一只井蛙是无辜的 你说那是白色棺材对吧 说不定再过半个月台湾就真的很需要很多真正的棺材呢 说嘴打嘴的事台湾干的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之前台湾的媒体疯狂的造谣 说大陆没有煤烧 不能取暖 没有热水 只能把门窗家具都披了当柴火烧 结果寒流一来 台湾那边冻死好多的人 台湾民众啊 是疯狂的抢购暖宝宝啊 那都要打破头了 苏飘昌啊 又做一个大头贴 让学生们安心加外套 政府给你靠 是靠骂呢 你说说 结果学校啊 跟老师不乐意了 说政府不尊重老师 限制管教权 原来啊 台湾省的教育部啊 去年有个学生服装规定 规定说啊 你不能限制学中多穿衣服 但是有超过一半的学校 依然禁止学生们在校服外面 在套外套 你们就说啊 台湾这天天有一个正事吗 冷你就穿 热你就脱 天天妥裤子放屁 是多此一举 都冻死人了 还因为穿外套的事 互相撕逼 是真他妈咸的呀 台湾地区出售大量彩色的口罩 被爆出啊 是不合格产品 含铅和甲醛 注意口罩的颜色啊 哎 绿色 从中国大陆的网购平台 你是见不到这种 没有包装的绿色口罩了 那可以断定就是台湾自己生产的 你说啊 你戴个口罩 你还非得戴绿色的 真不愧是井挖呀 自己就往绿色那去了 另外台湾啊 因为口罩的乱象 从疫情初期就没断过 开始啊 说口罩够用 后来又说不够 后来又排队 又得实名制 还把用大陆原材料的口罩工厂 给一通批斗 看见了吗 有用的事 一件都不干 掀七杂八一大堆 不愧是鬼岛啊 台湾一位比丘尼 在街上画园呢 结果啊 遭遇骚扰 手机还被人给抢走 哎呀 台湾最美丽的是人呢 台湾的大内宣又开始了 做了一个杯子 上面写着 我不需要治疗 我只需要去台湾 然后就截个图 出口转内销到台湾 说全球哈台 万人买报 台湾再次向世界证明了 台湾can help 哎 对了 你美国野典那边 马上就要迎来大量红毒拉斯的难民了 台湾是不是得接点回去help一下 一名台湾的渔船船长 永旧14名中国大陆的船员 然后他却被禁止返回台湾 船长怒骂 只要是救日本爸爸 救美国爸爸 就会被吹捧 救中国船员 就不让入境 看见了吗 我再重申一遍啊 这些台独狗逼 做的每一件事 都会变成未来支持武统的民意 有种 你就继续 当火箭弹开始离地的时候 没有一只井蛙是无辜的 重要的事啊 说三遍 这是第三遍 武统台湾 刻不容缓 干就完了 我宝贤 股票 优优独 像 我们 他们 我们 员